嗨 進來了 我們... 應該這樣子嗎? Michelle要再進來一點 可以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 Michelle要再進來一點 對 Michelle要再進來一點 對 看後 畫面在這兒 妳要再進來一點 可以可以可以 OK 天靜進來一點 嗨 等大家一下 對 大家午安 有了有了 很好看 有了 可以 我幫你 我們移一下這個景氣 到這 是不是比較好看 然後大家就看到我們在做準備 是嗎? 等大家一下 等大家一下 好 我們今天 很開心就是在過年之後 然後就來跟大家就是聊聊天 然後這個過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哪邊玩 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今年的過年比較長 對 十天 對 十天有孩子的媽媽 杜潤如年 沒有啦 很開心 沒有啦 我會講話啦 很開心 你這樣孩子還好都上學了 真的 按直播怎麼辦 然後因為我女兒是念私立的幼兒園嘛 對 所以她比較早開 對 就早一個禮拜 然後因為她 所以妳已經 對 我提早一個禮拜解脫 是不是 妳剛剛有看到誰在這邊嗎 誰 我兒女們 欸 對 為什麼 他們拒絕啊 啊 也是啦 對 對 所以我一直都在隨身火樂 明白 理解理解 妳不要這樣講 就是說搞不好孩子覺得她才在隨身火樂 我們換位思考 妳知道嗎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可愛的事情 因為過年期間就是當然就是 因為 放假的時間比較長 對 然後呢就是 有些人就會 會有一些身體突發狀況 對 然後就會比較容易聽到救護車的聲音嘛 對 那我們平常講救護車妳都怎麼講 Q號車啊 就是 音音音嗎 妳跟小朋友講話 對妳跟小朋友啊 小朋友不是都講音音音 就妳知道嗎 我女兒跟我講說 媽媽啊那個音音音有怎麼一直在 在講 然後我當下才說 喔真的就是 所有的事情它不是 一加一 不一定是一加一點二 對 就是因為妳思考跟聽到的方式不一樣 小朋友都講不一樣 對 妳看她一直在那邊 叫那個 就放音樂嘛 所以她講音音音音 我就說欸對 妳也沒講錯 她也沒講錯 對 真的 然後會提到這樣子就是 過年大家有沒有大魚大肉 有嗎 我其實這一次去日本出差啊 妳有開直播嗎 沒有 那妳去哪裡玩 妳是去工作的 我去工作 她去工作啦 去工作啦 去工作順便 沒有順便 走都走都會嬉笑了 真的喔 因為妳肚子比較大 對啊 肚子比較大 對啊 但是還是保養得很好啦 對啦沒有 就 沒有沒有 沒有 那個產節的時候 我走進去的時候 然後醫生我說 妳好像 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 妳好像又 對 正常嘛 正常 所以不要跟一個孕婦講這種話 醫生有說 懷孕的過程當中 只要媽媽開心 就好了 這最重要 不管她要做什麼 吃什麼 沒關係 只要媽媽開心就好 因為媽媽開心 小孩子 就會見她 真的真的 然後每次我跟醫生說 不要怕 我都有妳在後面等著 妳明白明白 也是啦 也是啦 她都會說 妳不要擔心 我是為了大家再吃 有沒有怕 對 讓妳有那個比較 比較急 明白 安心點有沒有 然後 我們今天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到 就是我們那個直播的主題 其實也是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事情 因為大家都出去旅遊了 然後 現在開始我覺得大家對於就是 開放這件事情 已經很開放了啦 對 就是雖然是疫情時代 但是後疫情時代 我們現在呢 開始有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新聞 就是 諾諾其實去年就有了 已經開始了 已經一直都有 對啊 但是沒想到就是肠病毒出來了 肠病毒 也是提早出來了 坦白講 對 為什麼那麼早 因為現在季節其實有一點 嗯 混亂你看我們冬天 其實也沒有像往常 那麼冷到一個 喔 極致 對 你記得我們小時候的冬天 比較長 然後沒有容易 瘦得掉嗎 對 可是 可是其實這一次的冬天 除了說寒流有沒有 對 我真的覺得有冷到 平常我覺得那個還好耶 對 你看我 你最近看我平常穿的 其實就很飽耶 我還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長大 然後耐寒能力比較好 沒有 因為現在四季其實有一點 錯亂了 對 所以米秀妳的意思是說 因為冬天的時間比較短 對 所以可能這一些它理論上 它應該要在比較 回暖的時候 才出現的病毒 跑出來了 對 你看它沒有 你看這陣子如果沒有那種寒流來 其實它沒有忍到說 非要穿雨容易耶 對 是真的 像昨天就是 昨天就冷一下下 對 因為昨天有下雨 所以會感覺比較冷 但今天沒下雨就會好一點 像我們也都是穿一兩件 對 就可以出門再加個外套 對 然後這一家就是穿短袖 對 然後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 因為真的 過年期間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都常餵眼 然後身邊也有蠻多的朋友 不管是諾諾還是什麼的 其實都是有一些狀況 有一些病毒 開始 攻擊了 跑出來了 因為大家的口罩 開始 要拿掉了 對 然後 可能 防護啊 其實就是 鬆懈了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危機意識 也比較降低一點點 對 大家鬆懈了 畢竟這個疫情 其實沒有人想到會這麼久 然後 其實也 關了三年 大家都是 開始會開始鬆懈 當然你開始鬆懈的時候 其他的病菌 他當然就是再回來 對 差不多再回來 沒錯 他這個 也不能說他再回來 他本來就一直存在在那邊 是的 只是說因為 疫情的 COVID-19這個病毒 他比較強烈 所以你會很意識的把口罩戴上 然後吃飯幹嘛 洗手幹嘛 去做這些防護 可是當 COVID-19 稍微 下降的時候 因為他也帶著悶了 對 那就開始 可能吃飯前 你可能鬆懈一點的 少了洗手這件事情 對 少了可能你之前比較緊繃的那些狀態 就是 稍微放鬆了一點點 對 然後 就會開始 其他的病毒開始 反撲會回來 應該不能說他反撲 他本來就在那裡 是 只是說 你之前的防護 自己的防護做得很好 嗯 那現在 他開始 本來就是他的季節了 對 他出現了 然後你防護稍微下來了 嗯 但當然 就這些症狀 就會開始起來 像上禮拜 就有新聞 就是有醫院有發布 就是已經 腸病毒回到74% 對 那是多可怕的一個比例 真的 這個腸病毒其實是 小朋友最可怕的事情 腸病毒很可怕 真的 其實腸病毒應該比 COVID-19對小朋友的影響 再多一點點 對 因為COVID-19 其實他對於就是年紀輕的人 他的致死率跟重病率都比較低 對 因為那個 其實數據出來了 對小朋友其實沒有那麼 攻擊性那麼強 可是對大人還是要去打疫苗 或者是你平常就是有一些疾病的 然後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 他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對 但是腸病毒對小朋友的影響是 據統計是說五歲以下 是可怕的 滿危險的 因為不吃不喝 吐 那就很痛苦了 然後還攻擊系統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比較痛苦 所以是我們一開始為什麼要研發這台機器了 對 我正想要就是你們知道嗎 就是當初其實米雪爾在研發就是天進的這台機器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為了孔明來聽 當然不是 誰知道會有 誰知道會有 其實是為了腸病毒 對 對 跟癌症病患我外婆嘛 對 所以主要一開始是因為這兩件事情 因為 新生兒的家庭或者是五歲以下的家庭 你常會遇到這個東西 可是腸病毒這個東西 你去消毒起來 你是會弄死媽媽的這件事情 對 因為他真的有一點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在過年期間的時候 我女兒就是一直拉肚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我很怕她是怒螺 我講實在話 因為怒螺會上吐下血 但她沒有吐 對 但是因為那時候是在過年期間 因為她沒有嚴重到 就是她除了拉之外 她沒有其他的症狀 然後能吃 可是就是馬上又出來了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她的活動力那些 都還算是正常 我覺得是在我們家長 可以濃冷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就沒有選擇帶去急診 因為你知道過年去急診 就是真的你要等很久 對 那可能會有二次被感染 其他病菌的可能 交叉感染 是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她現在這個狀況還好就行 你知道嗎 以前只要我家裡面 有任何一個人的肠胃炎 我一定中 對 因為我就是那種很容易被攻擊的人 對 那可能是因為也是照顧她累之類的 就是以前我都很容易中 你知道我這次幹了一個什麼事情嗎 我這次在我每次我女兒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把天津王廁所噴 她上一次我噴一次 上一次我噴一次 上一次我噴一次 對然後就是因為她出來 她回到客廳嘛 因為我們是有兩間廁所 那我女兒都在前面的上 就是固定都在那上 對 所以我們就一直消毒那一間 她只要拉一次我就噴 拉一次我就噴 然後那一 今年過年我沒事耶 是不是 是真的 因為不管 就是這些的病毒 她除了 我覺得她 除了就是讓孩子更容易 就是不好之外 其實她也讓我們大人 也容易生病 因為病菌就是一直炸 對 所以我們強調就是說 你要殺死全部的病毒 因為你做不到也不可能 對 你是要去降低她的數量 不要去攻擊到你 對 因為我們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大家為什麼會生病 我們要有一個邏輯 要有一個概念 今天不是說這個細菌碰到你 我們就會受傷 我們就會生病 不是 是當你自己的自己的底盤力 比較低 然後病菌又拉 啊不就剛好吃了 吃了 那你不中誰中 對 就是你免疫力低的時候 然後病毒數量又高到 嗯 一個一個程度 對 你不中誰中 不是有一個遊戲就是那種球 然後他會大刺 對 對 那如果說我們先 降低一個可能性的話 對 那你免疫稍微低一點 你也不會那麼容易 對對對 老師 你說得好 我剛好有一個 你知道嗎 就是那天也是陸可跟我分享 他就說你知道嗎 就是在開車當中 你只要有一個駕駛人 他的注意力是比較高的 發生車禍的機率會降低非常多 是啊 所以一樣的概念 就是我們只要降低一個因素 對 那你就不容易組合起來了 對 嗯嗯嗯 因為你要生病他也是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們其實也是諮詢很多醫生 對 那我們研發團隊其實也是有很多醫生背景的 背景的 是的 那其實就是很簡單 原理你一個因素 你這也有被醫生推薦 是不是 對有名的 嗯有名的 就是 插接 插碼 對還有還有還有那個就是很多產婦都會去生的那個 急診 對 他們三年都在急診 對 而且有醫生自己帶 並自己推薦 對 所以大家自己看一下 對 沒花錢的 我們也跟他說 你不要太用力的推我也沒什麼機器 就因為 路前產能有點不足 因為又銷到了國外 對 因為又有歐洲的訂單 然後日本 欸你這次去日本你又給人家賣了幾台 你留了幾台在台灣 你自己說 不要再問了 我現在回來的時候就開始插蛋 就是不接電話然後不看訊息 不看Line 你們打電話都不想接 好 明白 那因為 主要就是這些 其實我們一開始研發就不是因為COVID這件事 是 是 希望說給大家一個觀點就是 兩邊 你應該是控制環境的病毒數量下降 是 而不是說我要 怎麼大家一個問題是不是 有有有 我覺得剛剛那個人真的是 他就是問我 他就說 他是認真的 他問說就是我噴灑完之後 對 殺菌的滅菌的效果可以維持多久 還是每次上完廁所都要噴一次 好 他在問我剛剛說的那個 好 為什麼我要每次都噴 好我們我們那麼說 因為我要求的是 我希望的原因 就是希望的這些媒介 對 他是不殘留這個 有不殘留這個特性 是 所以不殘留的話 你就不要想說他有長效這件事情 哦明白 對 因為不添加任何的東西讓他去延長 就是長效這件事情 所以呢 什麼時間該噴 然後為什麼每次cat都要噴 好來了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對 大家要仔細想這個關鍵 因為我主要是我要他不殘留 不殘留原因就是不想要 讓小朋友再去摸啊幹嘛的啊這些 就是我們為了想要消毒滅菌 然後但是如果他長效的話 如果我添加了一些成分 反而是不好 因為你會吸到嘛 對 對 長時間待在一個空間 你就是不要這一個因素嘛 對 所以我們讓他不殘 就是不添加任何的東西讓他是長效 是的 所以呢 病毒的特性他也不會馬上再回到高點 對 他不會馬上 你不會說你這一次消毒完之後 然後可能三分鐘五分鐘 他又到高點了 但是有一個因素存在 人流的因素 是 橄欖元的因素 是 那為什麼他每次都要噴一次 因為他女兒去上一廁所 代表新的橄欖元再來 新的細菌出現了 再來嘛 那他下一個要去上的話 那個病毒的數量可能下了 對 所以他每一次再去 他上完之後 他再去把它 剛剛新出來這個病 降低 好 這個病毒的數量 我們之前其實有跟大家分享 我再簡單說一下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如果今天我回家了 然後我們脫了外套 我們用了天晶稍微消毒了 所以這個空間理論上 它的細菌菌量已經維持在一個定值 什麼時候我們會想要再做使用 就是當你有變化的時候 對 什麼叫有變化 你有新的人回家了 對 或者是你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時候 因為它已經影響到這個空間裡面的 那個 病毒的數量 是的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再去使用 那我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女兒 實在是拉得太誇張了 她就是一個上午可以拉十幾次 對 那你不可能每次都去先驗一下她病毒數量高低嗎 對對對 所以你要等檢驗報告 可能要先等個三天嗎 對 因為你知道過年期 我覺得就是 你有客人問我耶 真的喔 對 問你什麼 我原液噴出去 我怎麼知道細菌有滅掉 因為我看不到細菌 那我問你 對啊 那平常 在電視上或是什麼 大家 不要生氣 宣導你用酒精噴嘛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喔 那你看得到酒精殺到細菌嗎 看不到 你看得到嗎 這樣我 看不到 那我們為什麼說可以 不然檢驗報告 對 檢驗報告有 檢驗報告有 好幾百萬花獎 對對對 我們可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沒有生氣吧 沒有生氣 對對對 有比較peace一點點 第一個是我們有抑菌的效果 然後我們抑菌有 抑菌的哪一些菌種呢 其實我們的官網上面都有 我可以念一下給大家 我們有腸道沙門氏菌 白色念珠球菌 大腸桿菌 然後金黃色葡萄球菌 還有就是肺炎鏈球菌 等等這一些 我們在作用五分鐘之後 就是噴完之後五分鐘去做一次的報告 檢測都是大於99.9% 其實因為你知道 所有的檢驗的機構 它不能寫百分之百 對 但是我們是大於 好不好 大於效果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 我們 現在因為講到肠病毒嘛 所以我們也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已經說了 Michelle當初 研發這台機器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肠病毒 對 因為它 不是COVID-19 我們沒有辦法審準的 算到有COVID-19 對對對 然後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對於 只是剛好機器出來的時候遇到了 對 真的 對 老天保佑 暢銷 對 賣光 對 反而一開始在 有缺貨 然後我們也 那時候還等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而且我要跟你們說 三四個月 Michelle人真的很善良 我要先跟你們說為什麼 因為啊 呃 她在 因為都是我在賠錢 你講的有道理嗎 因為那時候疫情 我要告訴你 我第一次認識Michelle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疫情 我們一起去吃火鍋 你有沒有印象 沒印象沒關係 我有印象 我們去吃火鍋 這個跟摩擦人 對摩擦人 就是然後還在那邊騎 電動車 然後很囂張的在馬路上經過那個 對 沒有啦 快速的 對 然後很明顯 對 我第一次跟她認識的時候呢 那時候她就有說就是說 因為 那時候我們已經知道 她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天氣很紅 對 也賣得很好 但是你知道Michelle當時候 第一句她跟我講的是什麼 她不是跟我講說 她的機器賣得多好 然後遇到疫情很幸運 她不是 她說她謝謝有這個疫情 讓成病毒消失 暫時消失 她是這樣跟我講的 對 就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她真的是一個 以媽媽的角色 以一個就是父母親 一個就是家庭的概念 在做這個品牌 在做這台機器 然後我還滿感動的 你看你都沒 就是莫名其妙 你都沒想到我有記得這句話 對啊 就莫名其妙 因為我們就會一直覺得就是說 因為疫情我們賣得很好 是不是最近有人問你 為什麼要幫我直播 你怎麼知道 這得一生啊 拜託喔 我告訴你們 真的這麼好的品牌 我們要支持 自從疫情以後 因為我們戴口罩 所以真的沒有感冒過 真的 除了就是得新冠 對就是機率變很低 你得其他病毒的機會 其實降低超多的 那你現在開始要脫口罩的時候 當然 你不能說怎麼又 怎麼其他的病都一直在 但是他本來就在那裡了 本來就存在 他本來就存在 他不是 他不是突然來的 突然來的是COVID-19 對 真的 因為我們平常沒戴口罩啊 沒有加長保護啊 對 不然平常這個時間 應該都大家感冒就感冒啦 對不對 然後 你去問你看 因為你看腸胃炎 腸胃型的類型有很多 有病毒型的就是腸病毒 腸胃炎就是我女兒那一些 那腸病毒的 就是病毒型的腸胃炎 它有分幾種病毒 當然腸病毒是最重要的 那細菌型的 就是我剛剛有念到 不是什麼沙門四菌啊 大腸牙菌跟葡萄球菌 為什麼我剛剛要念我們的報告有效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腸胃炎有分兩種 那這一些的細菌呢 在我們使用我們天鏡的原因的時候 它都是有效可以去抵抗它的 那我們給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 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又忘記做一件事情了 什麼分享 對啊 你們要不要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今天 對 我每次一秒就會忘記又給他們優惠 沒關係 因為你已經跳過 他的順序跟我的順序不一樣 你有發現了 沒關係 我有馬上換 我們今天講 四保快來了 對 欸 真的 會不會三月的時候 是在產房直播啊 欸 醫院可以接送齁 我們就來是不是 我們先 反正 我的醫生那個範圍這麼開 明白 我們今天只要幫我們 拍好友 然後幫我們 你今天要留言什麼 留言 四保 四保要來了 是嗎 四保來了 四保來了 好四個字 四保來了 然後幫我們拍好友 幫我們拍三位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參與我們今天的購物金抽獎 可以抽一千塊 那你今天要抽幾位 三位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都抽幾個 十個 對啊 一樣再來十個 而且之前抽到的客人喔 就是活動過了 然後又要來用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你還講出來 對不起 我們沒有讓他用 我以為說 要在我們活動期間 記得喔 對就是今天晚上十二點之前 十一點五十九分五十九秒之前 記得喔 那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今天還在糾結 要不要買東西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給大家優惠先買 對 先讓你講 對後面再來聊 對不然他們又忘記了 對先買等一下就忘記了 對 我拿一下齁 畢竟那個 腦力被四個人瓜分了 對真的 被四個小孩瓜分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 今天的那個重點 就是我們的機器的組合 我們今天的機器組合 我們哪有送那個圓藝 因為如果回來的時候 腸病毒開始起來嘛 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腸病毒開始起來 所以我開始 有粉絲說 可不可以再開那個 用我的幹嘛 而且這一次 這一次我覺得 這很好被說服 可是就新聞就來 兩年第一次耶 第一個案例出現 對 所以我覺得 你要想連你的天氣 賣得這麼好的時候 你第一個想到的 不是說 你這個機器可以對抗 空迷來 你是跟我說 藏病毒不見了 對啊 員工就跟我說 大家想要機器的優惠 嗯 嗯 那我們給你看一下 今天的機器的優惠 是這樣子的 我們今天是一萬六千八 我們這個原價本來是要兩三萬塊 我先跟你講喔 我們裡面原本原價要兩萬三千六百四十 那裡面你會有兩坪大坪的原地 中坪的還有我們送你那個小噴皮 全部加在一起只要一萬六千八 你今天有開分期嗎 六 真的假的 你今天開了 開六對不對 開六嗎 分期 開六期 好 那今天如果 還開六期 還開六期 好 我們今天呢 你說我是不是說都是我在花錢 真的 我們今天啊 就是如果有購買的話 是如果有需要的同學 我們是可以做分期 對 然後可以分六期這樣子 我們就給大家分享 那當然 如果家裡面已經有機器的朋友們 我們也是有原意可以賣 就我們有那個購物的連結 你們可以進去自己看 因為我們的禮盒還是有 如果你要送人的話 那我們今天一樣 都是一組都是八五折 三組都是八折 然後也有賣單品的 好不好 那就是有需要補充的 你就是趁每個月品牌自己直播的時候 然後來回購 就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大家知道我們在外面的價錢 其實就是蠻固定的 對 蠻固定的 對 蠻固定的 所以就是趁這首 然後今天呢 還更開心的地方 是今天的機器的這個顏色 可以讓你們自己挑選 好嗎 我這一次真的 本來跟大家講說 那個小台不會隨便有那個變動的價錢 對 因為它成本比較高 對 你知道那天我爸很好笑 因為我爸不是要買嗎 然後他有朋友買 他就說阿威有什麼 小大的味大大的貴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爸爸啊 這個是新的 新的它是第二大 好嗎 它是新的 那你新的機器本來就要比舊的機器貴 對吧 不是 是因為它的馬達全部重開 然後它的電池比較好 沒有 你不跟這樣子 老人家他聽不懂 你就跟他說新的比較好啊 就這樣就好 然後我就說他大台的重還是小台的重 勾了沒有 勾了沒有減少 然後他說當然是小台的好拿 我說那就好啦 那他就要比較貴啊 你這個很邏輯 對不對 有一點乖乖的 你怎麼感覺你在怪你爸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好啦 好啦 反正你是你爸的情人 講什麼他都好 你是啦 他隨便胡嘛 他隨便胡嘛都可以 情人嘛 真的真的我跟你講喔 錢真的很好笑 對啊 因為我不是生兩個嗎 我也想管我爸 我不是生兩個嗎 然後我兒子嘛 然後我兒子就是 你知道 好可愛 來了來了來了 我爸我爸 你們買完了嗎 買完了 開心齁 他又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來跟大家說好 嗨 來四個 蘿拉來 來 來這我的孩子們 孩子們 孩子們 來 真的是大女兒 這個大女兒 開畫版很厲害的 那個這個分品都在畫的 而且他的畫宅已經有人找他合作了 真的喔 真的 歡迎合作來 阿姨先 阿姨先要你的簽名照一下 以後可以嗎 我要去簽名給阿姨 阿姨 阿姨要趕快保存好 阿姨不是有版權 我幫你截 他已經 他已經跟你說版權 很聰明耶 很聰明耶 這個真的是 媽媽教得好 對媽媽教得好 對媽媽教得好 對傑克你辛苦了 我明白了 沒有 我拿 對 我們來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我先看一下喔 我先看一下 對 你們幫我們 三個好朋友 然後呢 幫我們留言 四寶來了 就可以參與我們今天的抽獎 我們是會抽十位 每個人會有一千元的購物件 重點是米歇爾超級大方 怎麼樣子的大方呢 你今天購買任何所有的東西都可以使用 所以假設你給他買那個最便宜的那個組合的那個圓藝 也都可以用 跟不用錢一樣 就不用錢了 就他送你 對 就他送你 那幹嘛 你幹嘛不拿 幹嘛不看 對不對 好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講什麼秘密 我們來那個啦 讓這一個講一下為什麼 會 會研發這個機器主要就是這一隻嘛 我們老二嘛 對 我們哥哥嘛 哥哥 腸病毒嘛 腸病毒 一歲多的時候 他就是 他是 他是哪一類的腸病毒 我不知道 他就是上吐下瀉 他本來是流感 就是在交接的時候 流感 對 然後咳到 笑吼 那很嚴重耶 對 去急診的嘛 一定要在醫院的嘛 對 我只記得我打點滴 其他的網 做了一個多禮拜 快兩個禮拜 一歲半的時候 那你之後會不會很害怕去看醫生 不會啊 然後後來去醫院的時候 去急診的時候 在抽搐嗎 對 很可怕 你會覺得說 你都幫不了他 很可憐 然後他 那時候看到他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在那邊插針幹嘛 覺得他自己很可憐 真的 心疼 那你現在長這麼大 還有再去急診過嗎 去去 蜘蛛疹 除了過敏蜘蛛疹 還有因為傳病毒生病再去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消毒做得好 消毒做得好 有沒有聽到 對 那你們已經是比較嚴重的症狀了 還有還有還有一個 對 他是比較嚴重 他是因為 他是因為叫吼 去醫院 然後醫生不讓他出來 一定要住院 快去 因為很危險 所以要觀察 會 會怕他一口氣喘不過 因為那時候一歲多 對 好 然後 住了 住了醫院 住多久 住一個四五天的時候 醫生進來檢查說 他腸病毒 蛤 他又有腸病毒 他又有腸病毒 他要再 我問醫生說他可以走嗎 不行 那個我們發現他有腸病毒 他有腸病毒 明白 因為隔壁床是腸病毒進來 那就好險你們是剛好在醫院 對 因為就可以處理 然後我就 你講三回 我沒有 我真心不騙 我現在有一個好朋友 就在剛剛發生的 他孩子就是呼吸不過來 然後送醫院 那因為他覺得叫救護車太慢 他自己送 對 然後送的過程當中 我跟你們說 那個父母的心真的都是吊著 為什麼 因為紅綠燈 塞車 我不騙你 我現在就給你看 真的 就在剛剛早上十點發生的事 對啊 所以你 一歲多的小孩 一歲半的小孩 醫生跟你說 他要在醫院 因為他小孩 看他一口氣 你看 你看 然後塞車 你那個 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 看著醫院在前面 然後他過不去 下車抱孩子進去 那怎麼辦 對啊 就這樣 沒事沒事 他現在沒事 那個心情是那種 嗯 那你要看他這樣 本來可以出院 就 所以你看 對 因為我覺得 媽很開心可以出院 可是 又知道你的產品 心 你的心 媽媽 你的心 你都明白了嗎 你的心不會痛嗎 痛 如果你是媽媽 你心 太多了對不對 太多了 真的是 你小孩耶 不要這麼做 對 一家人果然是一家人 沒逃生幾個 對沒逃生 那 後來是用我們的方法 就是 空間消毒嘛 然後讓他去運動 對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有跟 不會什麼 我們在強調說 籃球啊 運動啊 因為他喜歡嘛 那就讓他去運動 所以他其實現在免疫力 其實還不錯 因為每天練球 不是 你一定中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腸病毒有超級強的 感染力 對 他就說就算你沒有接觸 你也會感染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如果不小心 比如說你沒有吸收 然後你乾 你看 你都中啊 你在病毒多的密閉空間 對啊 然後病同接觸物品 因為你說你隔壁床就是 腸病毒 因為我也不知道 它是什麼進來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就是 什麼 什麼狀況進來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 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大家都覺得 就是說 那我就來消毒 然後就狂噴酒精 對 不好意思 酒精殺不了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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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講的 醫生講的 醫生講的 有沒有傻眼 超傻眼的 所以說醫生叫你用什麼 挑白水 西式擦完之後再用清水 對 再擦一次 媽媽 你的 不好意思說你的 你的 送什麼東西 媽媽都亂吃 沒關係 對 你不要被那個 那個 我們今天有一點混亂 都是 媽媽爸爸 媽媽爸爸是不是 爸爸爸爸是嗎 你說這樣怎麼去消毒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很好吃 媽媽 抱我 抱我 你吃 而且他們老大也要問媽媽問題 老二也要問媽媽問題 對 小的又要媽媽抱抱 所以你不是十萬個為什麼 你是一千萬個為什麼 因為很多個 是不是 很多個啊 快去找爸爸 爸爸 找爸爸 所以這時候 這時候機器就很重要 對 殺 就叫爸爸 去消毒 對 因為媽媽要被呼喚 沒有辦法 對 因為孩子都是神控你知道嗎 對 就是叫媽媽 都用神控的 媽媽 媽媽 媽咪 就很多 你現在吃 等一下要有正義魔人來說 你怎麼給他一歲多了吃麥當勞 不是 我們一歲之後 是可以適度的吃有鹽的東西 對 我們還是會限定他量 對 就是正常吃 因為我跟你講 孩子其實你不能一直限制他 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對 他其實我們都不會 他會自閉 不是這個意思 是 如果當孩子遇到一個 他突然 因為你限制他很多 他突然遇到他有興趣的事情 我跟你說他會著迷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他是常態的話 因為 他不會那麼 這個我可以講一個 就是比如說 很多媽媽會限制他吃糖對不對 對 然後 然後 比如說你出去就有好朋友說 欸 我可以吃一個嗎 我可以吃一個嗎 就是你要不要吃糖果阿姨 給你吃糖果 謝謝 就被騙走 然後 不是被騙走 因為他在家也吃不到 對 所以當有要給他的時候 那媽媽就尷尬 對 這個我也可以分享 是不是 真的 真的 可是他們呢 因為我會控制他們量 我會控制他們量 所以他們其實平常跟我開放 我以前不是在講毒病毒 不是在講美食 盤子說 沒有 這樣子比較沒有宣傳的效益 可以 對 你不要講 人家可能以為你做的 對 我們自己欺詐 剛剛欺詐出來 欺詐出來的 這樣子 然後 他出去就會吃嘛 嗯 不要拿 對 如果又是長輩的話 你就不好意思 但他們不會 他們會自己說 我不想吃 對 因為他平常就有了 對 然後我們有控制他 嗯 所以他不想要的時候 不會因為說 阿姨給你吃糖果什麼 他就去拿了 或去幹嘛 我這邊也有兩個經驗 可以真的做好好的分享 就是第一個就是 我有一次就是我一個長輩 買了一個特別好的糖果 然後就是從 就是發現他特別準備的 對 然後糖果很貴喔 就是一支棒棒糖 要一百多塊那種 貴了吧 對 很貴 所以有特別有造型的 然後呢那時候他要拿給我 女兒跟 當時候我們還有一個 親戚的小孩 就同時給兩位 對 結果呢 因為他剛好在我前面嘛 所以他先給那個 結果當時候的我的 那個親戚的媽媽 就是那個孩子的媽媽 就想說 我們家小孩不吃糖 你知道那長輩的臉 是垮下來的 因為他 很有心意的 想說這個東西 他覺得很棒 他想要送個孩子 對 那當然在那之前 我也是這樣 就是我也不想讓孩子吃糖 對 那那一次我看到長輩那個 傷心的表現的時候 我才覺得 我有觸動 就是覺得說 好像很尷尬也是要拒絕 就寧願 寧願那個 自己講好 對 我很怕他講錯了什麼 我也很害怕 因為我耳朵 眼睛都在睜他 一直多亂入的 對 我心情一件事耶 你有沒有聽 好害怕 因為教會人很多嘛 對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姓竹的時候 每幾個姐妹結婚 可是當他們結婚以後 生了小孩 他們就變得很緊張很謹慎 對 他們會限制我們抱他的小孩 然後不能碰 然後那時候的我們不懂為什麼 我們就會很傷心 對 小孩很可愛 可愛 然後就是你的孩子 就是想要碰 我就想要碰啊 因為小孩很可愛啊 就是想要碰 對方的爸媽的表 一個表情 一個 那就要告訴我 宣導我們嗎 對 要碰的時候 我們其實心裡 受傷的 對 但是 但是你要理解媽媽們 為什麼 剛生完了 因為他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 這個小東西 剛從你肚子出來 割得露出來 對 然後呢 對 他生病他幹嘛 他不會講他不會叫 對 那這些人 我們也來鬆鬆而已 鬆鬆而已 然後有個問題 又是我們不用碎量去弄他 我剛剛講的 那個騎腳踏車的那個 勤電弄車 跟你們吃火鍋 對 他的小孩 因為他們開放性很大嘛 對 然後就抱去教會 對 給大家摸了 給大家摸 回來就 生病了 生病了 所以 這樣比較客氣 比較客氣的爸媽 他就不會說 你不能摸 對 主要就是怕 就是 因為小孩子在 因為一睡一下子 這個講不要去會講不穩 對 因為很尷尬 很尷尬 然後媽媽就是 想講又不想講 然後最後 不要碰我的小孩 我覺得 我覺得是 不准碰 因為我覺得最主要是 因為媽媽的壓力很大 對 那朋友們其實也有 基本的Sense 對 現在我覺得比較好 如果那時候有天際的機器跟原液 還是不要亂碰人家的小孩 對 因為孩子生病的壓力也很大 那會安全很多 我覺得 對 媽媽會比較安心一點 至少他們離開之後馬上 消毒 處理 你看 他說 如果不管你是中的糯挪 還是腸病毒 都叫你戴口罩 漂白水消毒 因為酒精殺不了 洗手 然後呢 煮飯換別人煮 我覺得這個要把它放大 煮飯換別人煮 為什麼要換別人 煮飯 煮飯 煮爸爸不是很好嗎 煮飯換爸爸 對 這個別人不能 不應該這樣寫 你寫錯了 煮飯換爸爸煮 那如果 如果爸爸 爸爸 爸爸有手可以叫Uber吧 爸爸如果弱弱咧 叫我吃 不是 你叫我吃 他說叫兒子 你是不是教得很好欸 叫我吃 爸爸 爸爸去上班了 爸爸去上班 你要先思考 如果你得了場地的話 你真的教得很好欸 這暖男 媽媽要先教兒子 兒子再煮飯給老媽吃 不是很合理 不合理解釋 但是如果媽媽不會煮飯 媽媽不會煮飯 爸爸 爸爸去上班了 爺爺 爺爺 看得出來 Michelle他們家的那個 男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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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當然 我們現在是這樣的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還在糾結說 要不要買天晶 然後或者是不是要不要買原藝 我覺得沒關係 你可以繼續糾結 但是你先幫我們分享 就是拍個三個好朋友 然後幫我留言 四寶來了 我們就可以參與今天購物精靈 然後你聽Michelle好好的說 這台機器你可以怎麼樣子用 真的 今天就算你不買 起碼你知道 各個帶你去洗手去 各個帶你去洗手去 有一些狀況 比如說酒精 它是沒有辦法去消這些病毒的 那你要怎麼做 好不好 好然後 諾羅要特別講一下 諾羅好諾羅 對 可以回來諾羅 真的 那諾羅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因為諾羅 它會上吐下瀉這件事情 對 上吐下瀉 那其實 而且它傳染力也很強 然後我有很多朋友中了諾羅 他就說 你們那個天晶怎麼用來諾羅消毒 這件事情 對 我要特別提醒大家一件事 你如果不信家裡有人 受諾羅這件事情 不要把病患的內衣褲 跟其他人一起洗 因為很多人會忘記 因為大家都會記得說 我吃飯不一起吃 對 對 然後請洗手 然後就會想說 我該做的我都做 為什麼還是全家都中了 因為你不要把他內衣褲放在一起洗 為什麼 因為他會上吐下 是 所以病毒在哪裡 在內褲上 所以會建議大家 把中獎者的另外 直接穿拋棄式的啦 比較快 拋棄式也可以 然後你要丟的時候 那時候痛嘛 也要自己 消毒一下 對 等我一下 然後 然後諾羅這件事情呢 內褲呢 你可以 加一點 等一下去浸泡消毒 然後分開洗 對 不要把他丟到洗衣機去洗 你要什麼 那洗衣機呢 也建議大家可以消毒一下 我媽媽 媽媽 媽媽再來 你買多多 怎麼 他身號耶 你買多多 你的兒子真的很暖暖耶 你怎麼教的 等一下 多多要消音 好 他整個都是微禁品 對 就是嗎 有那種 有那種 減糖的 減糖的 綠藍色的那一種 沒有每天在喝多多的啦 對啦 沒關係啦 對 所以 諾羅這件事情 大家要特別注意 內衣庫 分開洗 跟健康的要分開洗 這個我真的沒有注意到 你就不會一直無限循環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洗衣機 要特別注意消毒的部分 理解 就是諾羅的特性嘛 因為它上吐下泄 那我有問題 所以就是 洗衣機 我可以怎麼用天晶來幫忙 剛剛我們過年前 那個大掃除有稍微講過嘛 就是你可以 稀釋之後 快速的噴 噴 對 噴內部 理解 那如果 我洗衣機裡面 如果我想要加原液可以嗎 洗衣機裡面加原液 就我的衣服很髒嘛 那一個人的就特別加原液 應該是說 那一個人你另外拿起來不用把它丟到洗衣機裡面 因為它只有一份而已 對 它只有一份 你可能用了臉盆或什麼 然後吸飾 然後泡一下 再泡一下他的東西 我應該要帶我女的便當帶來 下次我帶 對 然後那個什麼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喔 那個衣服的種類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 所以我是強調內衣褲喔 內衣褲 如果是染色應該也還好 對 所以還是衣服的材質跟那個 護料還是有差 真的沒有想到 對 因為這個是 它是氧化的 因為我們家是孩子的 是自己洗 白色是沒問題啦 越洗越白啦 然後它氧化過了 有點漂白了 所以呢你要記得說 如果你家裡有人真的不信 不小心也預防不了 中了 懦弱這件事情 內衣褲要分開洗 然後不要把它丟到跟大家一起洗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奇怪 它有嘔吐物啊什麼 你都沒有先把它消毒過 清好了 水洗好了 沒有把它消毒過 就丟回去那個洗衣機 然後莫名其妙 阿嬤也掉了 對 然後 誰也丟了這樣子 真的 然後變成這兩輪 一直循環不完 所以這一個東西 大家要特別注意就是 要分開 分開洗 就是這種這樣子 它會有上吐下血 你可能處理了 被單 或其他東西 那你沒有消毒過 就把它丟進去洗 它那個病原還是 還是存在 還是可能有 微量裡面的理由 因為 連酒精都沒有辦法消滅它了 對 所以你還是先消毒過後 再把它丟到洗衣機去洗完 因為你知道你在洗的 可能是棉被 什麼是這一個人的嘔吐 對 對 那你這個洗衣機要洗下一個人 對 的時候記得要消毒 先消毒 明白 我覺得就是 平常我們本來就要做到基本的消毒的一些工作 對 那如果真的在生病的時候 或是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是加強它的品質 對 就跟頻率 然後我覺得是這樣 Michelle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覺得就是說 這樣子我一直消毒 我會不會用量很快就沒有 其實不會 其實不會 為什麼我們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因為我們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們原意有三種尺寸嘛 對 就是有這個 這個320的 我們有150 320跟1000ml的 假設我們全部稀釋成 就是一貫是那種就是 150ml的 如果是150ml的 我們可以稀釋10頻 這給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呢 是320ml的 我們可以稀釋成21頻 如果是1000ml的原意 你可以稀釋成66頻 也就是說你平均一頻 從 可能就是從 58 到35 所以其實很划算 對 那當然你買大罐的是更划算 因為大罐的 稀釋的 就是可以更多 那這個小瓶的是方便你在小瓶 吸帶外出 對 再給大家看一下下 可是你有機器的話 你這35元 噴的是可能是30瓶 40瓶的空間 是 那你去換那下來 幾角吧 喔 真的是幾角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 網路上 隨便找 你隨便找 這個是噴小空間 你看 這個50ml就要139 50ml 139 我們剛剛最貴的不過才58 而且我們還150ml欸 所以你這個 139應該 不是著名的牌子對不對 然後我還有 還有這邊 100ml的 你看 280跟369 我們都比人家核算很多 好不好 對 然後你要七十多人 大家自己上去看一下 對 因為上去看一下就還蠻明顯的 而且沒有就150ml欸 對 啊 我們還是媽媽 我們還是要 就是覺得那個用量 算 因為長期還是 還是 對 因為我們是長期用的 不是短期 不會是短期這件事情 對 還是要精算一下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就是 建議你們可以選擇原液 因為 說實在就是 上一次我帶我女兒回診 因為我女兒不是在治療那個鼻鬥炎 對 然後她就是固定每個月要回診 然後這次很開心 她的狀況比較好 下一次缺了兩個月之後 對 對 就延長時間了 對 然後這次回去的時候 因為醫生都很謹慎嘛 她要碰每一個孩子 她一定都會消毒 她就會用酒精 結果 因為她要看我女兒的口鼻嘛 然後一用口鼻的時候 我女兒就不太舒服 就是太刺激了 因為我女兒有鼻鬥炎 又有異味性皮膚炎 所以任何的有香精的味道 對 這種 其實對她來講其實是很明淡 那 為什麼我那時候很安心的 就是一直用天真原液 一直噴廁所 因為沒味道 對 然後我女兒還 還在除臭 而且我跟你說我女兒還 就是因為她 她就 就是噴的時候因為 就會有霧氣嘛 那小朋友就會 就會開始 公子冒 對 好啦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天真原液 對 跟酒精 跟排排水 我覺得最大的區別 因為剛剛Michelle有說 就是 我不曉得其實被滅菌了多少 那我們有報告給你看 可是那是你肉眼看不見的 可是你聞得到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漂白水跟酒精那個味道 大家一定知道 但是原液是沒有味道的 所以會讓你比較舒適 好嗎 好囉 這邊就給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過敏兒 過敏兒 對 真的是很多過敏兒 對啊 我覺得 三個都是啊 是不是 十個裡面就 九個都是啊 幾乎都是啊 幾乎都是啊 我跟你講 疫情過後更多 因為我們已經在 酒精 在漂白水的世界 摧殘了三年 你去哪一個地方 都是這些味道 好 我告訴你 Michelle很聰明 她講到了一個 我們今天最主要最主要要講 腸病毒一件蠻可怕的事情 因為其實近三年 台灣的腸病毒的 就是得到的人是非常的低 那你知道嗎 就是這網路上都有資訊的 所有的醫生都在講 因為近三年 都沒有孩子有得過腸病毒 所以現在的五歲以下的孩子 對於腸病毒這件事情的抵抗力 非常弱 因為他從來沒有得過 所以他沒有這樣子的抵抗力 他環境裡面也沒有那個東西 那你們知道嗎 腸病毒沒有疫苗 他沒有藥 他就是只能治療他的症狀 其實COVID-19跟腸病毒 我覺得比較怕腸病毒 真的 因為他會攻擊 他攻擊了小孩 他攻擊了針對小孩 真的 COVID-19因為有三年的一些 paper 出來 也詢問過其實很多專業的醫生 他其實攻擊小孩 當然不會說都完全不攻擊小孩 一定也會 是的 還是有一些 本來可能免疫就比較不OK 或不滿的狀況 沒錯沒錯 小孩被攻擊 不可能說完全都沒有或什麼 可是 因為比例比起來 其實腸病毒 我個人會覺得 就是聽完醫生所有的分析 我會覺得腸病毒 對小孩的打擊其實比較可怕 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腸病毒它最嚴重的時候 它可能會對於我們心臟跟腦幹 會造成一些傷害 最嚴重的當然會致死 因為我們今天台灣已經兩年來 第一個案例就是在醫院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死亡病例 它是五個月 你看現在五個月 對就是新生兒 那就是也驗證了之前醫生講的 因為我們的孩子在三歲以下的 他們都沒有接觸過腸病毒 因為我們大家都消毒得很好 然後重點是腸病毒五歲以下容易得 三歲以下的重症率又比較高 對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剛好就是這兩三年 都沒有孩子有得過腸病毒 對 所以免疫力也比較不好 對 我在這兩年又莫名其妙生兩個 對 真的 就是在陪大家走過一次 對再來一次 所以大家有害怕跟緊張的地方 其實 其實我有兩個很大的小孩 其實你都走過了 其實有一些預防是我們平常做到 其實你就不用那麼害怕 對 好喔 那Michelle我們現在回覆一些粉絲的問題 好 有兩個 第一個是她問了說 噴瓶使用原液的比例是多少 可以用濃一點嗎 可以用濃一點嗎 噴瓶 其實有些東西就剛好就好了 夠量就可以 不用用到那麼濃 不用用到那麼濃 因為我們給大家比例其實是差不多 15毫 就是大概 200 150到200左右的PPM 所以其實很夠 因為我們 我們有去檢測新冠病毒 她至少要200PPM去 才夠 去殺她 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今天報告上面都有寫 所以我們會建議 其實我們現在給大家量究竟 其實這樣 但是肠病毒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的濃度去做 那會給大家噴瓶是因為 你可能覺得機器你可能不需要 你想要用原液去 或者是剛接觸我們想要吃吃看的 那你可以用噴瓶先吃吃看 噴瓶是150毫 對對對 總共是150 對 那我們稀釋的使用方式 其實在官網都講得很清楚 都有教大家怎麼去稀釋 那給大家空瓶呢 或者是請大家買空瓶是因為 你可能在空間上 你可能用不完的原液的時候 把它倒進來 對 你可以倒進來 你出去啊 就可以用 其實我們慢慢還是要勤儉持這樣 對真的 對不對 所以不要去浪費 然後 水我們也不建議都長期把它放在裡面 對 所以會給大家噴瓶的時候 你出去的時候你又不用再稀釋一遍 沒錯 那你就可以把這邊 你沒有用完的倒到噴瓶 你可以出去的時候你就可以用 嗯 那我們 其實會非常節省啦 主要 主要最省的地方 媽媽們要知道最省的地方是 你 水海 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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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毒的瓶數 跟你用噴瓶消毒的瓶數 是兩件事情 兩件事情喔 因為它的 第一個 我們的那個機器 範圍非常大 它是快速的大面積 然後幫你整個空間去做面 就是這樣去 對 那噴瓶的部分 你再怎麼噴其實就是手上 或者是有一些 小範圍 小範圍就是有一些東西你覺得 噢這個噴的機器你往地上噴 你覺得不適合 那你要用這個噴瓶可以 對 是這個概念 對 所以會建議大家其實 家裡有一台 平常其實你去做這個空間 空間降居是一個這樣方便的 有一個客人確診 是 打來給我們 然後 醫生 他家人確診 醫生就叫他用 漂白水 清潔家裡 然後他就打來給我們說 太累了 他說他清得好累啊 對 然後他才想起來 他有天進的機器 然後 問我們 怎麼用 然後就是 要把它拿出來再用 對 當然他上面有一些問題問我們 對 所以我們就告訴他怎麼處理 讓他可以大空間使用 就是 很多客人買了 但他不會用 啊 明白 那太可惜了 所以我們 官方啊 Line啊 什麼 現在其實我們都已經改善 換了很多的功能了 然後改善 現實我會想說換很多人 沒有 就是加強 不是 加強很多功能 所以大家有問題啊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用 都可以隨時 叫我們官方的Line 然後我們會馬上 就是 會盡快教大家 怎麼用 或者是你 你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 沒有在直播上剛好遇到我的 或者是 你都可以隨時在Line上問 嗯 那我們 我們的客服就會盡快回覆你 然後教你怎麼去稀釋啊 教你怎麼去 你可以把你的狀況告訴我們 我們會教你怎麼去 怎麼使用 這些東西 要不要買回去不用 我買回去放在那邊 想到的時候 嗯 對 你都可以拿出來隨時用 因為 我們很常跟醫生聊天啊 說這個病毒啊 其實已經不會是 不可能 也不見 不可能不見 不會消失的那一片 對不會消失的那一片 就是要消失的那一片 它都一直演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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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怎麼跟它構存 嗯 那唯一的辦法就是你的免疫力提高 跟空間的消毒 就是 唯二的辦法 因為你要 還是要脫口罩了嘛 嗯 那你唯二的辦法就是 空間消毒 還是吃飯前 還是要洗手 因為只有你摸到的地方那邊 病毒量低 你就比較 比較安心 對 是的 消毒的原因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講的部分 就是 你今天如果在家都沒有出去 你需要一直噴嗎 就不需要 就剛剛有時候就是 如果你有 第二個因素 出來了 對 新的因素出來了 改變了這個環境 我們再來使用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你就有時候就是 好你心裡面 你有一點 怕怕的 那你就去噴一下 對 反正這麼合算 因為我們強調 它就是不殘留 這件事情 所以它噴的 跟用的邏輯 應該是這樣 但是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應該是你需要的時候 你用它 對 你不需要的時候 你一直噴吸這些東西 要幹嘛 對 其實就是不需要 可是因為我們每天 大家應該都會出門 對 你又再回家 那進來的時候 就是去歸於快速的這件事 是的 那一樣啊 我六日沒有出去 你需要一直噴嗎 嗯 可以噴 你不安心的時候 你看 是的 對 是這個概念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粉絲說 除臭真的很有效果 我家有養寵物 每次清理殺菌除臭 一次到位 超簡單 沒錯 你知道嗎 如果有人有養貓 也很適合 貓殺嘛 然後如果有養狗 因為狗狗如果 它會在定位定點 尿尿 或者是大小便 那這個除臭的這個效果 是真的很好 其實我 我那時候其實也沒有想到除臭 過年 對齁 我們 你要知道 我家裡的人床味都不太好 常常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家有兩間廁所 就是這個原因嗎 對啊 因為我們那個 你知道小朋友尿騷真的很可怕 尿床那個味道 是不是 啼笑呢 就奇怪他們也沒有吃什麼 那麼的尿騷味跟那麼的食味 就是濃到一個不行 難怪人家說 童子尿可以避寫 對 對 對 就是 我家大樓 臭乾 因為不年輕人 鞋子下雨天特別臭 我以前都沒有辦法 還去買那個噴的都沒笑 我現在都用天氣噴 超方便 腳臭也有辦法 有辦法啊 腳臭 腳臭 因為會流汗 它會流腳汗 因為細菌 眼神的味道 那你下次泡一下 所以你把細菌殺死 你就沒有 那個 就不會味道那麼重 然後 那個尿騷味真的是 你沒有想到為什麼小孩 你的尿跟屎為什麼搓 他們明明吃的東西也沒那麼複雜 明明就很 對很敢 明明 可能因為近距離 因為我們不會自己聞自己的 但你還是可以聞到 但為什麼小孩就是可以搓成那樣 因為不是你的 好吧 濃冷度比較低 但是那種尿味是真的很可怕 我每次 蠻刺激的 因為 它現在這麼大 它就可以 有時候會偶白抓 你就會 長得 男生會這樣子啊 因為我還沒長大我不知道 他沒有 他沒有對準啊 然後他 哥哥 對 左右啊 就是馬桶邊啊 就是牛子啊 或者是 因為你知道馬桶旁邊其實就是 就是那個水泥會 對 會細味道 噴一噴 那一段時間就是噴一噴 還有就是旁邊就是 我們也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再放在這裡面 然後如果你 真的是忘記把裡面的原液倒出來 那如果你要再做二次使用 然後你要擔心說 他不曉得就是效果怎麼樣 美雪爾上次有教大家嗎 就是馬桶你可以拿去 直接倒的消毒 對 用一用 對 好喔 大概的粉絲的問題大家 然後洗衣機也可以噴 可以的 洗衣機可以噴 鐵劍不要噴 鐵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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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的 鐵製品 要噴你要遠一點 一定要洗衣 不要用圓液 我上次就跟妳講說 我不是要帶那個便當袋 來給妳看我女兒的便當袋 因為她用了一整學期 然後我們都洗裡面的東西 但是忘記了那個袋子 它會有沾到一些 對 材質 然後我就真的是用天津的圓液 然後就洗一洗嘛 然後泡水一個晚上 我跟妳隔天 啵兒香 我女兒說怎麼這麼香 因為就沒有味道了 對就不會抽 不是說我有用什麼 因為我們在那個 除錯這個東西 是有在垃圾場取菌去做 測試 就是它可以消除97%的透 這麼高高 去垃圾場測試 就取垃圾 取垃圾是不是 取那個 呃 我們這幾個報告有啦 就是取那個垃圾場的那個臭味 真的假的 誰會比那邊臭 喔 然後去做那個味道的測試 然後可以除97% 100%97%的會有 太厲害了吧 這個大家會比較有感覺啦 這個大家會比較有感覺 味道這件事情大家會比較有感覺 對 那反正這一些的報告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到就是我們對眼睛 對沒有刺激性 不劇毒性 然後檢視的結果我們的原意 與水無差異 就是 你有客人問 床胃型感冒的病毒也有效嗎 呃 因為說來 我們來說一下就是那個殺菌原理 它是沒有問題的 嗯 對 然後病毒型 它就是氧化讓 它也不是 呃 它 我們的水液月的特性 它是抗藥性 嗯 就是它不是一直餵它毒 為它藥 是說 我們殺不死蟑螂螞蟻 螞蟻 蟲這些東西 但是可以變成很乾淨的蟑螂 對 好嗎 這是Jack跟我講的 對 它第一次來上課的時候我們就 因為我們就會問它嘛 我說那它殺了死蟑螂 它說殺不死蟑螂 但是你這隻蟑螂會變得很乾淨 的跳蟑跟蟑螂 對 呵呵呵呵 可是它還在 真的是 但起碼它乾淨 因為我們弄不死它啊 因為我們只是弄死它 我們是弄死你看不進的東西 因為你要想清楚 如果今天它弄死了蟑螂 那就是它有毒嘛 我們還有毒性的蟑螂 那它就很容易對我們會有 對 傷害 對 所以 我忘記我剛剛講什麼話 我們現在有好多客人進來問一些問題 好 有個客人問說 Peter 他說可以除臭 那可以噴車內嗎 會不會傷皮蟑螂 聽到嗎 那個話我應該說不會 不會 光吻我們有就是像 摩摩啊 或者是那個便道友 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的特性就是不傷皮革 它不會像酒精讓皮革脆化 所以車廠 車子裡面要用 然後呢還有一個重點是 酒精不適合噴在車子裡面 因為密閉空間 味道重 而且它也會讓那個顏色 皮革會脆化 皮革會脆化 還有一個是 你那個濃度沒有掌握好 沒有消息 你說小黃在那邊抽煙的 就恭喜大家 所以今天我擁有天晶 就等於擁有我的母母 或擁有BMW 相同等級的概念 因為大家可以上網看 他們其實就是用我們的去消毒 有沒有 對 很開心 有沒有 我們等在怎樣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因為我們做無限嘛 你這一台你車子也可以噴 你兒童也可以噴 你任何一個地方 你就會帶去很快 很快速的做消毒這些事情 對 那你不用把它噴到很濕喔 空間噴一下就可以了 來我跟那個 剛剛那個Joanna問的那個 腸胃型感冒呢 病毒也有效嗎 因為腸胃型的感冒 其實就是我們俗稱的腸胃 剛剛我要講的就對了 對 我幫你拉回來了 這裡這裡這裡 我幫你拉回來了 請原諒孕婦 沒事 沒事 就是腸胃 他的消毒原理是讓他 讓病毒快速氧化 然後老死 快速讓他老死 不是為他毒這件事情 對 所以他對任何病毒的狀態 他都是可以去把它消滅的 對 以他的作用原理來講 他是沒有問題的 明白 那只是說我們檢驗報告 會看你說你的病毒是哪一種 然後檢驗單位 他有沒有這樣子的病毒 會讓我們做檢驗 對 那如果有這樣的病毒 一樣的名稱 一樣的病毒 我們就會去做相互檢驗 是是 因為病毒的種類真的很多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一剛剛說的就是 因為其實說實在 大家會生病 他不會只是一個病毒而已 對 他其實是複合性的 還有很多人 你沒聽過病毒 沒噴啊 是是是是 今天那位有的 我們其實都做過檢驗 都是沒有問題 那要跟大家講 以他的消毒原理來講 其實都沒有問題 對 好 那剛剛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 車子的部分 他是說出了 就是我們已經說就是 比較不會傷皮癮 對 比較友善 那再來他就是說 噴完之後的密閉空間 他可以直接上車嗎 可以 然後需要隔多久 就直接上車啦 你只是不安 不安心的話 你就是隔個五分都來上去啊 坐用完啊 對 啊可是 噴完可不可以直接上車 我們在車上 在讓小朋友 車後洗的時候就直接噴了 對 其實是安全的 是 對因為我們有做也有口別 車上是ok的 對 會怎麼樣都會比你用酒精來的安全 因為酒精那個味道要散掉 沒那麼快 對對對沒錯沒錯 而且又是我們現在也 你開車的時候 肯定是把窗戶都給閉著的嘛 對 然後漂白水可以除霉菌 請問天靜也可以嗎 霉菌 霉菌部分的霉菌 我們有檢驗是可以的 可以上網看 是 那個檢驗報告 對 部分的霉菌是可以的 因為霉菌的種類也是很多 是的 好 那我要說一下 這是它的 額外的功能 不是它主要要做的事情 是 就是天靜主要要做的事情 沒錯 對 這是額外的附加功能 就是這是附加啊 就像除錯它是它附加的功能 因為主要它把細菌殺死 它就不會吃生那個味道 是的 所以它是附加功能 它的附加測性 所以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個觀念要給大家 就是說 為什麼我今天我孩子那個餐具的袋子 我不用漂白水 因為它上面也有霉菌 對 那我用的天靜後 當然那個黑點它有淡很多 但它沒有完全消失 對 可是為什麼我選擇天靜是因為那是我孩子要吃的東西 我不想要用酒精泡它 我不想要用漂白水泡它 因為如果不小心我女兒吃進去怎麼辦 對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我自己認為相對安全的東西 所以我才知道我們是不殘留這件事情 是的 但它不是主要要做這件事情 不是的 就是它的附加功能而已 它主要的功能 就是我後來有用那一個就是 洗劫劑 然後再水打一下它就掉了 對 對 那就是像是我們講的嘛 像煤菌它廚房的煤菌還有廁所大小廚 我們講的這些煤菌 是 我還是會用其他的煤菌去清除它 是 但你需要 你需要一種分享啊 它也有用就是很厲害的那個 除煤菌 除煤菌 對對對 那因為天靜它不是主要在做這件事情 是 所以一直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你要用什麼去對付什麼 嗯 要很清楚那個商品的特性 因為人家不會 商家也不會莫名其妙研發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 對 是就是我們的主要功能還是在就是快速的 如果搭配機器 快速的在空間裡面幫你就是把所有的細菌降菌 對 這個是我們的重點 那再來還有就有一個媽媽分享的很好耶 高針 她說她上週小孩子不舒服 吐在褲子上她剛好沒有替換的 就用噴鏡噴一噴 就沒有就沒有嘔吐物的感覺了 這個很重要 不然你就會一整天都是那個 對 因為剛好沒有穿衣服 對 所以你看小台的機器你今天購買真的很合適 為什麼第一個我們今天一萬六千八 對 送兩大兩中給你還有四個噴品 而且你現在開始開放到處出去玩耍囉 帶著它這麼小台又方便 對 我們這一次去日本啊其實就是帶著它走 然後現在日本很多是那種 應該很多人要 家庭式的 就是對 然後家庭式的飯店 對 那個影片我 你說民宿的那種概念嗎 對 日本這一次我去它多好多這種 對 家庭式概念的飯店 我們這一次也是去住 去住 那裡面有洗衣機啊 對 出房啊 中島啊 客廳啊 就是認識這一種可以去 客廳啊 對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其實它東西很多嘛 對 那你也不確定說飯店到裡面 確實去消毒這件事情 是的 所以呢 我們這台帶出去的時候 進去 快速 噴 真的 我覺得這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出國或是出差的需求的時候 它真的是可以很快的幫助 因為我自己就是皮膚和棉丹的人 我現在就是自從有過這個經驗之後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一直找不到為什麼我會身上癢癢的 可是我也沒去哪 因為我在隔離啊 我能去哪 我就癢癢的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就帶著 後來我就受不了 我就問你好朋友 我就說姐 因為我真的不太舒服 對 然後因為那是全新的嘛 那我說我可不可以借用 對 她就說可以就叫我拆 因為我是帶全新的去 那我就拆 那拆了用了之後我就好了 對 所以從那之後我只要帶著天鏡 然後去出差 或者是入住我不熟悉的地方 對 我都會噴 因為你不確定他到底有沒有消毒好 是是是 然後像他我去飯店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去廁所 嗯 消毒 明白 嗯 還有浴缸 對噴一噴 因為這是小孩最愛去的浴缸 對 一定要泡的嘛 對 因為家裡沒那麼大嘛 對 然後就是去廁所一定要去消毒 是 幾百個人用過 你哪知道他有什麼東西 對 因為我們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些 就是怒羅 還有腸病毒 你使用酒精 是沒有辦法消滅它的 對 那不可能有人隨身帶著漂白水 不可能 酒精會 表白水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對真的不可能 然後漂白水味道又那麼重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 你有可能拿去飯店用漂白水幫人家清嗎 不可能啊 而且飯店也不可能用漂白水 為什麼 因為那味道太重 對啊 旅客接受不了的 對啊 所以 你 我們只能就是被動相信說 飯店他有做好這件事情 但是你還是會怕怕怕 那我們就自己做好 對 那我們就是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很快去做消毒 然後一定是從廁所 廁所去消毒 消毒完之後我就會開始 才一個手掌 床啊 棉被 枕頭 噴一噴 地板 我跟妳分享一件事情 現在國門不是開了嗎 對 大家開始都出去玩 我們那個上個禮拜有一群朋友 對 去哪裡玩 去巴力道玩 中幾個回來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目前中四個 五個 五個 因為兩個孩子 是不是就沒有帶我們去 對 你看 就叫你們出去之前來帶我們去玩 就不要 你看我們這次去日本 去十天馬 回來馬上驗 對 safe到不行 真的 safe到不行 你看 防護做得好 三天在驗 沒事 七天在驗 沒事 我們就出來 沒有他們隔天驗就有事 是不是 真的 空間的消毒還是很重要 對 然後再加上交叉感染這件事情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他們現在目前幾位 對不對 對 因為才正在發生 是不是 大家現在要出去 而且 我們 上次有說這一次 這次出差是很 很臨時的嘛 對 然後本來想說 某些地方還沒開放嘛 然後我們確定要去的時候 某些地方又確定開放 嗯 可以去了嘛 然後我們就很害怕說 從 從那個 比較多病毒來的地方 他們會不會 我們 因為畢竟還是孕婦嘛 還是怕說會什麼狀況 所以其實我們 去哪個地方 新增三個 謝謝 他說我們家兩個也確診 對 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就很需要 天津在他們空間 快速消毒 那你這個時候 你是怎麼樣 是在什麼樣情況之下 你就用 你就用一下 飯店我就會用了 一定去就要噴 因為你不確定人家的飯店 到底消毒的程度是什麼 可是聞起來香香的會很髒嗎 聞起來都沒有味道啊 聞起來都不會有病 就是你聞起來你不會覺得說 因為你進去它就是乾淨的啊 對啊 可是我們實在就是你看不見的東西啊 對啦 那你心裡會 因為我們是做這行我們很清楚嘛 我們進去的習慣 不管在台灣的飯店也好 在國外的飯店地區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噴馬桶這件事情的 對 然後空間就先做消毒這件事情 那消毒 因為你很難避免帶小小孩出去的時候 有地產的時候 直接給你躺在下面 對 直接躺 然後還有窗簾 他們就很愛在那邊捲那個窗簾 對然後在那邊跟你躲媽媽 欸媽媽在哪裡在哪裡 所以我們去住飯店最大的重點就是 泥段一定要噴 對 就是這樣噴一輪 然後窗簾噴一輪 就一個 然後冷氣孔 冷氣孔噴得到我就噴 但是對著它 對 對的到真的對的 對的到 所以就是噴那樣子 因為這些地方 它沾的 沾的病毒數量是你根本看不到的 你只是覺得它好像是乾淨 好像他們弄得很乾淨 而且窗簾不能天天洗 不可能 就像醫院最髒的哪裡 就是那個 那個拉鍊 對 那你很快的去噴一下 因為你制止不了你的小孩 在那邊翻滾弄 你只能就是先做這件事情 至少先降低嘛 所以說我們住飯店的時候 它的一個標準步驟 就是一開門進去 通常它的廁所會靠門 先噴廁所 然後一路噴進去這樣子 所以我去飯店 第一件事情就是 廁所噴 因為廁所已經離你那個門最近 然後廁所先噴浴缸 還有廁所的毛巾 有些飯店會提供毛巾浴巾 那你也不知道它消毒的徹底什麼程度 我其實就會把它都噴 再讓小朋友用去幹嘛 基本上小朋友我們自己都會帶 小朋友的浴巾去 那些皮膚敏感的 所以大人用的時候 還是會去噴一下嘛 對 那再過來進去就是 房間的被子 對 表面先噴完要翻過來再噴 再噴 震頭這些都噴 還有電話 然後它周邊會開始噴 然後地板 那這塊就是去 只講我有問題 如果我們這樣到處噴 那會不會濺濺呢 我們是2.5公尺 所以你要記得你不是這樣子 對著這個物品 比如說我們要噴這個 要距離 這樣去噴 那你說會濕濕的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會開冷氣啊 因為冷氣有除濕的效果 對 然後那個濕度就會又剛好 所以你不要太近 對 如果貼著噴 它就不會濕 對 因為它的強度是很強 你貼很近 你這樣子它一定濕啊 對 那我們不是靠水去消毒它 我們是靠它水裡面的二氧化鋁 二氧化鋁 我們是氣態的二氧化鋁 所以你在這樣子一個空間噴的時候 水只是它的載體 然後它的空間 它就開始釋放二氧化鋁去做消毒 所以你不用噴得很濕 其實講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 你剛剛說 我們是用這個氣體的二氧化鋁 對 不是液體 這個水只是載體而已 對 只是因為它有一點重量 然後可以往上沖 所以它跟酒精的這種消毒的這個 基本的方式就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酒精是你要到這邊然後搓 它有幾秒它的功能性嘛 對不對 你聞酒精不可能消毒嘛 對 你一定要這樣子去用液體的方式去搓 去搓 還會消毒 那我們 這個邏輯跟方式 是讓你很快速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是空間整個大面積的降下細菌 這個原理 不是說你一定要把一個東西噴到很濕很濕 你才能夠去做消毒這件事情 不是 那跟那個漂白水的方式也不一樣 對不對 不一樣 漂白水是要插過去 接觸式的 對 哇 是 插完還要再用 白水 清水再插一次 去把它表面的毒性擦掉嘛 哦 明白明白 那你如果沒有把它表面的殘留擦掉的話 小朋友吃到還是危險 哦 明白明白 對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很強調說 我們其實一開始為了小朋友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 這樣其實媽媽比較輕鬆 對 真的 因為你要顧慮都顧慮 其實顧慮很多 對 所以我是說實在話有使用過天徑 我自身的感受就是說 媽媽比較不容易生病 對 這是真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家 你要比媽媽要強 對 因為我們家真的就是 我永遠都是一定會中的那一個 而且我一定是最嚴重的那一個 對 就他們都好了才輪到我的 對 對 然後就最嚴重就是我 你要最後中獎了 對 就是媽媽肯定還要堅著 對 所以就是 就是我們要把一個因素給滅掉了 對 然後自己的免疫力也提高 對 還有就是我覺得媽媽也需要休息啊 媽媽需要休息 媽媽需要休息 主要照顧者都是需要的 對對對 沒錯 所以為什麼會研發這個 讓大家可以很快速 讓媽媽可以很快速去做這些事情 是 因為如果你說短時間 說人做這些事情 雜事的事情 對 你才要幫忙休息跟顧小孩 對 不然當你 好不容易把這個病 生病的小孩弄碎了 嗯 你開始要擦啊弄啊 全部弄好 你 他又醒了 對 然後你 那你免疫不低誰低 真的 因為又說過好 下一個你不中誰中 是的 就找你 對啊 對 然後加上我覺得 因為大家真的是因為被關了比較久了 對 然後現在因為真的大家都開放了 開始警戒性也低了 然後因為現在大部分確診的人也都是情症 對 但我還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為現在的新神兒 他們的免疫系統是比較弱的 對 因為他們沒有接觸過細緻 沒有 是沒有的 不管是腸病 因為我們保護得很好 那你要想 我們一旦保護完他們 一旦碰到他們的反應會很大 所以這次有很多的醫生都在呼籲大家 一定還是要記得請洗手跟消毒這件事情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腸病毒只要盛行 他會快速的在孩子之間 很快 流行 尤其是幼稚園啊 對 然後國小這些地方 是 其實真的會很可怕 對 沒錯 因為我認為這對小朋友來 就是腸病毒對小朋友來出來 是比較可怕的事情 對比較可怕 因為小孩子 不像我說實在話 我們大人起碼我們的口語表達能力非常好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哪兒不舒服 可是孩子不是 對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腸病毒的特性是嘴巴會破 對 然後還有不吃不喝的時候 是 你怎麼辦 是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好啊 所以我們請兩位再講一下這個組合 好啊 對 我還點到剩4% 好啊 來了 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我們趕快 來第一次 不要害怕 3% 3% 有組合16,800 有送兩大兩莊 還有四個噴評 直播效果連接還會在 今天12點就到齊了 然後如果之前有機器的寶寶 好 謝謝 晚安 我一直待會